《一百七十八》 《明報》 基本面改善七八月博內訪股 2015年7月20日 Money Monday P12 清源茶社龍淵寺市場在經歷過去幾個星期的大崩盤後 雖然近來強烈反彈,可明顯大家信心已受創,心有如貴,對後市走勢不甚了了 龍淵寺明白也體諒大部分朋友的想法,可也不必如此氣餒,擔心是應該,對內地政府的強橫干預 也確令人目瞪口呆,可身為港故中人,龍淵寺暗自欣喜,哈哈 看來我們這些靠香港市場吃飯的好日子應該還可以長幾年 A股如封閉,內地政府如不市場化,我們全活得如好,至於A股和內地金融市場 我也不認為現階段如開放如好,如果太開放,美國人可就爽了,還不整死你 回到港股,龍淵寺島覺得未來幾個月機會又來了 第一,實在太廉遺了,在全球所有大市場中最廉遺 第二,基本面倒也沒更差,現在中國的經濟就像平底窩 足底,沒有酷化,也無力強烈反彈 不過進一步的政策和金融放鬆無可避免,這對股市未必是壞事 而其中房地產肯定還會有後續大動作 朋友們可以留意內房股,除了它們股值本已肯廉易 基本面也有改善,且政策利好市必然 內房上半年數據極利好上星期三 國家統計局宣布了6月底房地產國家數據 1至6月銷售漲了10% 6月單月退年升32% 反過來,房地產投資增速降至4.6%,新開工降了15.7% 賣地也降了33% 這有三個啟示 1、發展商今年銷售目標有可能超標 上市發展商今年的銷售目標本來增13% 現在看來升15%至16%機會很大 而且因為不少城市樓價漲幅超預期 發展商利潤率也可能改善 2、老外不是一向擔心中國的供應過程嗎? 去年是個好開始 全國房地產新開工按年降了10.7% 今年上半年全國新開工降了15.8% 今年新開工應該很大機會第二年雙位數下降 明年也應該是 因今年上半年賣地跌了33% 3、如果連續三年雙位數下降 則供求綿將有根本改善 老外一向不公道 請問這算你好嗎? 3、政府可能很快放寬手套房貸款 房地產投資降到4.6% 明年可能負數 不放不行 房地產投資增速回落到了4.6% 全年應該只有2%至3% 明年很大機會負數 事實上 如果要 GDP增長7% 假設其他因素變化不大 房地產投資增速怎麼也得接近15% 現在即是講負數 所以就算銷售好了些 可房地產投資 新開工和買地者摩擦 不放就成了政府的事 應放不放 所有招數 就手套房太放寬有用兼合理 朋友們可以現階段買入萬達3699 用倉1918 合景太庫1813 六乘3900 龍淵只覺得到8月底前股價有20%勝負的機會不少 18 18 19 18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